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 习近平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 不久前胡锦涛主席在出席首尔和安全峰会期间 与奥巴马总统就进一步推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达成重要共识 二月我应拜登副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成功访问 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同时中美经贸关系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希望美方着眼大局和长远 通过平等对话和磋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支持双向投资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 习近平说文化已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美两国都是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国家 希望双方共同推动中美文化交流深入发展 习近平说迪士尼是全球知名的娱乐企业 近年来在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并且积极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赞赏 并祝愿上海迪士尼乐园早日落成 艾格表示迪士尼公司非常重视中国市场 希望以上海迪士尼乐园及度假区的建设为契机 进一步推动美中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 北达 of 八 五 八 八